一位两层楼高的巨人来到中华异校校园 遇见可爱的醍醐 翱翔的老鹰 俊俏的蜻蜓 一起遨游在生活当中 一瞬间 俏皮灵巧的小鸿鱼 领着现场的大小朋友们 围绕在大巨人的身边 彼此热络地互动着 就在此刻 一只庞大的鸿鱼出现 打破了一切的祥和 大小朋友开始随着故事变得紧张 与刺激了起来 高雄万圣节即将于10月25日登场 并有26日的大游行 教育局特别邀请来自澳洲国际知名 操作大型偶像的团队来演出 因为每一只超偶高宽达一个教室那么大 在教育局的梅河 也首度邀请中华异校影剧科学生与团队合作 除了周一到校进行共创工作坊 昨天周三则在凹兹底公园进行彩排 10月26日周六下午4点30分到晚上9点30分的正式活动中 将进行创意游行及压轴演出 中华异校学生都跃跃欲试 成立于2005年 来自澳洲牛卡索 Ninpeso的Curious Legends 这次澳洲团队来了团长与艺术家共五人 因为还需要会操作戏偶的人 需要有表演基础的学生 教育局梅河中华异校影剧科表演戏剧组的学生 加入澳洲团队将在这次的万圣节进行共创演出 澳洲团队也在本周一进入校园 进行澳洲团队Curious Legends校园艺术共创工作坊 教导学生具偶如何操作的概念与技巧 而在昨天的彩排 澳洲团队共出动了一个超音形体的巨人 与一个面宽超宽的轰鱼 其他则是比较小各式鱼类 但是操作技巧非常的困难 学生们都要专程学习练习临摹 但因为是难得与国际知名剧团的演出 学生们都相当的开心 澳洲团游行表演的内容 是一个巨人遇到醍醐老鹰跟蜻蜓 还有海洋生物的故事 所有的观众也会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昨天的彩排训练 中华一校派出多达31位的学生参与 除了14位是主要操作巨偶的同学 其他则包括手持的鱼类 但不是一般的手持游行 而是要能临摹出鱼类悠游的动作 还要顺好队伍的穿梭 把操偶视为是一种艺术演出 学生们都好开心 中华一校校长卢士宇表示 这次学生们能有如此难得的机会 与国际最知名的剧团合作 对学生而言 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学生们都跃跃欲试 练习时 也都相当的投入 尤其是这次的演出 不像以往是把物件穿在身上 而是必须透过身体的摆动 搭配操偶的动作 必须用到课堂上所学临摹肢体动作与认知 而更去诠释所演动物的特质 可以说是在艺术教育学习的学校课程之外 很难得的教育资源学习机会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与国际知名团队合作 带给学生学习以外 更实物的学习 带来不一样经验累积 除此之外 如校长说 这次中华一校还应邀组团在26日的游行进行演出 学校也派出国小部组成两支队伍参加 以海洋首都的海洋异象呈现 装扮成各式鱼类 大家都相当期待26日的到来 中华一校与澳洲剧偶剧团的演出 10月27日周日下午2点到7点 在凹兹底公园 还会有一场工作坊与大偶游走 欢迎民众把握观赏的机会 杨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道 中华一页 2ist